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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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列举慈行法师等肉身菩萨的修行功德为例 劝请众人以佛心为己心 广修功德 利益众生 为众生成佛而努力 就像台湾第一尊肉身菩萨慈行法师 我们永远会记得他的话 以佛心为己心 以私自为己自 我们的心应该恢复我们的佛性 佛性就是佛心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包含了空性 大悲心 妄修功德 发愿 利益众生 善根都回向给众生 为众生成佛而努力 然后这样来发菩提心 离止善之士 实践了佛陀的教法 《中阿含经》当中记载 若见缘起 便见法 若见法 便见缘起 亚望格州相当于当今缅甸的善榜 包括莱茵湖及行政首都东支与昔日王室宫殿都是亚望格的热门景点 而宾达雅佛洞又称万佛洞或蜘蛛精洞 也是传说中大蜘蛛精困住七仙女的盘丝洞 沿着蜘蛇红色的长梯登山 一路蜿蜒的山体 就像大蜘蛛的长腿 盘踢着兵达雅的山鸾跌催 万佛洞的入口建筑 犹如宫殿般金碧辉煌 洞中金塔威力 沿着驱策的山壁而立的金身佛像万以计数 有端坐沿尖 有细如织锦 大大小小形象不移 各自庄严 其中 类聚钟乳时 会渗水润泽的黑色佛像石柱 与传说中能敲出钟鼓声的石损 都因其奇特的声像而备受关注 透过微熙的灯光 洞中山壁蝶幽临寻 千行万象 如若藏具万物生灵般焕然生动 山洞中又浮藏许多洞穴 幽静而深远 其中有一洞穴尽头 据说可以通向古城图干 参访当下 慈悲的大和尚领众于 冰达雅万佛洞内禅坐 让众人借静修心 熏秀宁静至远慈悲无我的禅意圣敬 静坐之后 慈悲的大和尚领众功德回向 并为众等慈悲开示 我们凡夫就是贪成痴 是要把贪心转为恋成佛的福利心 把春贵心转为大慈大悲的力弹心 于是执着和我修行转换为波耳智慧的空性 所以福利心大悲心空性 去实践 不失 实践人入精进波耳智慧的六伯仆蜜 六伯仆蜜的圆满 就可以让我们成就了三善的圆满 就成佛 就是福利心大悲心空性 所以经常保持在这种状态 落体怎么变化 事情如何变化 快乐痛苦 那都是因缘所生的 但是无论如何 永远保持在这种 规伤到的三种心 所以也透过事情的变化 不离开这三种心 就像各位在打坐会痠会痛苦 但是内心里面保持正面 所以我想这么多尊佛 它本来是一个石头 玉 它是无论如何透过雕刻 变成一个大家尊敬礼拜佛陀 礼拜佛陀是礼拜自己 一定要透过调伏自己 然后呢再来实践立他的波罗蜜 最后成佛 也许是万佛有感 亦获众善成愿 走出山洞外 天空现出一道彩虹 游似天起有幸 献锐加持 条条山径 沿途排比错落着 形色各式的尖塔 庄严殊胜 众人来到一处塔林间 请手中资财食物灯 燃起慈悲烟共 为以作画的滚梦老菩萨 及万佛洞内外有情 娑婆世界万物众生 寻修慈悲法门 祈愿燃燃烟云 摇送无量慈悲 普度十方有情 共登佛国净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